好朋友吃辣条 分一下 不行啊你就是撕到这么点 我怕一口给你撕完了 来尝尝 这个跟刚刚那个鸡鸡饼有点像的 还是小吃的味道 这个不辣 这个好吃的 对好吃的 看第二位选手 第二位选手 我的老朋友 嗯好吃 这个其实没什么辣味的我觉得 这个基本上不辣 这是甜甜的 然后它是那种很软糊的 不处不杂粮 啊这里面还有青豆什么的 那好有嚼劲啊 这个味道有点像什么 有点像这种 就是腊肉 腊肠 有饭里面的腊肠 烤饭里的 那种感觉 你别说你还真别说 我觉得一点也不像 但是它不太像辣椒油味 它有点 咸鲜口 但是我不是特别喜欢 我还是觉得前面那两个好吃 但是它口感也是好 有点葱香味 它里面还有真呢 嗯 它的那个内容还是挺有层次的 不错 这三个都好吃 可以的 对没有太雷 第一位干嘛选手 嗯 这个跟刚刚那个第一组的最后一名 我们吃它是有点坏的呢 不会吧 就是它有点很怪的味道 嗯 那我倒没觉得 但它不好吃 真乖 然后它有点塑料感 我觉得它更坏的 这个是八月生产的朋友们 这就是蠢蠢的难吃而已 哈哈哈哈 太小了 第二位干吧选手是正干吧呀 真干吧 我尝尝 哎呀 吃吃 不知道的以为我在吃Pokey呢 这个也不行 真的不怪我 说明干吧选手可能就是 又怪我 刚刚那个干吧也不行 刚刚那个比这个更过分 这就坏了你知道吗 我这是绝对又怪了 这就坏了 我已经清零完成 希望你不要再让我送了 这个看着跟第一位选手 没有什么区别 完胜 他觉得三吃五味 嗯这个干吧可以 这个好吃的 再来一个 我的味道 我的味道没有错 它俩就是有点滑吧 它俩就是还有股塑料味 它是好吃 嗯最后一位 嗯最后又要跟你讲 这个东西 是我第一次吃辣条的时候 的形态 就是我的大学室友分享给我的 送牛店 所以让我来尝试一下 考验腮帮子的 这个真的是就是 可能 嚼了之后 那边的腮帮子会变大 这才是小钢条 之前我们吃的小钢条是什么 这个 这也能看一集电视剧 一根 但我很爱这种口感 就是它很润 我觉得我牙有点不爱它 我可以 吃很久 就是吃完之后我三分有点累 我的牙也受不了 我那个牙 就来吃个头疼 它调味是好的 甜辣口 好吃的 我们总结就是 这几位都是优秀选手 辣条公主接下来会 享用它的下午餐 好我们慢慢把它吃完 今天的腮帮子 就送给辣条了 拜拜